为印度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准备的航母居地尚未完成 印度净准备为其租八年的民用驳位 或是为了尽快进行第三艘航母的舰导 为此印海军高官还放出大言不惭的话 印度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自开舰以来 可以说是让人印象深刻 直接打破了航母建造史上的多项世界纪录 让所有人再次确认了印度制造的实力 虽然建造的过程是漫长了点 但印度的这艘国产航母总算是要安家落户了 不过作为印度期盼了15年的印度海军的希望 最后竟然就给租了一个房 据一媒报道 近日印度海军计划在印度东海岸卡帕特利的一家私人造船厂内 为印度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 租用一个260米长的大型驳位 租期从2022年到2030年长达8年 为了租用这个现成的基础设施 印度每年要支付3.048亿卢比的租金 以及480万卢比的可退还押金 而原本为维克兰特号航母准备的印度航母基地 目前却尚未建造完成 今世观察人士指出 印度海军为维克兰特号航母一口气租了8年的民用博位 换个角度看 这些做好了维克兰特号航母 未来长期无战斗力的打算 之前外界一直质疑 印度能否如期交付航母 如今看来 不管最后有没有建造完成 印度可能都打算拒绝交付 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可能与印度即将开工的第三艘航母有关 近日 印度海军参谋长卡拉姆比尔辛格上将透露 印度第三艘航母维山二号 将于今年下半年正式开工 该航母将由科金造船厂负责建造 计划将在2030年服役 虽然印度首艘各产航母维克兰特号 没有达到印度预期的目标 但据悉印度对即将开始建造的第三艘航母 维山二号的定下的目标还是非常高的 然而实际目标需要掌握的那些技术 目前印度一向也不具备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维克兰特号航母租用了八年的民用博位 直到2030年才结束 印度准备建造的第三艘航母维山二号 预计服役时间也是在2030年 印度就是准备把航母囤起来吗 质量不够 数量来凑也不是没可能 印度海军参谋长卡拉姆比尔新格上将 就顺顺满满地表示 印度是亚洲第一个使用旋弹航母的国家 拥有非常丰富的作战经验 而且还能从北约俄罗斯获得先进技术支持 亚洲头号海军是属于印度